音樂 其實你知道小小孩 他腦袋裡面 自己有一齣戲一直在演 他的那個 腦袋裡那齣戲 跟現實有點落差 所以他可能 他已經擬好了一個腳本 就是我今天已經寫好作業 我可以開始玩了 他都演完了 所以你講的時候 你問他有沒有寫 他已經脫口說寫完了 然後你就 譬如說你開始一些言語 恐嚇的言語出來 他開始想大才清醒過來 這好像是我編的 對 然後他就會跟你說 好像不是這樣 為什麼他才這樣 對 所以我們有時候是錯怪他們 然後我就說 那個你是不是剛剛以為 對 幫他找個理由 然後叫他 讓他有台階下 也是 小朋友也需要台階 可是他已經16歲了 還在用這一招 其實大概四隻腳的 這些大骨湯 盡量不要給小孩 因為以前我們實驗室 做蠻多的 你用這個大骨去熬湯 其實很容易有這個重金屬出 四隻腳的都不行 對 就是那種 像大豬骨 大牛骨 兩隻腳的可以 其實兩隻腳的是那個風味 其實也沒有什麼概 我建議大家 不要再熬這些大骨了 那小魚其實也不是喝那個湯 最主要是要吃那個魚 是連頭 連那個骨頭都帶著 那個樣子吃進去 其實才是真的補告 那但是那個黑芝麻 其實我自己會用這個黑芝麻 把它捶一下 撒在飯上面給小孩吃 但是我並不會刻意 去加黑芝麻粉 其實 那關於譬如說下黑芝麻 那如果像是一些堅骨 或是有些人真的 熬那種無辣魚中 因為他們說小魚很好玩那些 其實無辣魚的鈣病不高 是小魚乾的 這個鈣才是高的 對 那個小魚乾 而且其實剛才黃醫師就講了 你如果補太多鈣 其實對身體它不會吸收那麼多 嗯 真的嗎 對身體的鈣